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事情可以说是震惊世界 在国内的思想界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我在大概是18还是19号就写了第一篇文章 现在已经在金融时报的中文版上已经登了六篇文章 可能还有两篇文章 那么我就这个事情的一些问题提了我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的阿富汗巨变 实际上它引起了 它就是带出了很多的问题 而且关于这个阿富汗最近的一些人的评论 逐渐和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连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好像一个解释模式 大致上我就是这么复述一下这个解释模式 就是说这个阿富汗是一个 历来是一个弱国 但是是经常受到强国的欺负 但是阿富汗的人民人穷至高 强悍善战 所以成为帝国的坟墓 从来就没有被列强征服过 那么 然后第二个说法就是 说阿富汗的很多苦难 尤其是 那个现当代的苦难 都是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缘位置 引起了列强的争夺而导致的 比如说19世纪 俄国和英国争夺 比如说20世纪 美国和苏联争夺 就是由这些列强 那个争夺势力范围 阿富汗成为一个缓冲区 因此受到外国的干涉 而引起了很多的战乱 有人说如果列强不干预 阿富汗的人穷是穷一点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过太平日子的 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就是说 这个阿富汗 它是深处内陆 地级民贫 发展经济特别困难 而且穷则失变 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治理的 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 那么还有些人就把这个和 最近的塔利班联系起来 认为塔利班就是农民起义 是在有很深厚的民心的基础 所以两次都能够势如破竹 而这个西方福祉的 这个阿富汗民主政府呢 都是不得人心的 也很腐败 所以军无斗志 阿富汗的今天是得人心者 得天下的结果 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 就是过去啊 我们的官方 我就不说那个自由派的言论了 就是我们的官方以前 对塔利班也是非常之 评价是非常负面的 这当然和那个 我们因为新疆问题 特别提防穆斯林 有一定的关系 是吧 所以我们国家 包括官媒 过去也尽说 塔利班是如何如何的残暴 是吧 那么这样的势力 怎么又会得人心呢 因此现在又有人说啊 我们认为他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 这是按照我们的价值观 或者按照西方的价值观 但是阿富汗人的价值观 跟我们一般人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而且阿富汗人极其珍视 并且接力捍卫这种文化 因此这个列强干预阿富汗的失败 也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证明 这个我觉得最近这二十年 曾经有一度 我后面要讲到 就是西方在冷战胜利以后 的确是非常希望在以往 人们一般认为是 很难搞民主的地方 比如说阿拉伯地区 来推广民主价值 但是先在伊拉克 后在阿富汗 好像都没有成功 伊拉克应该说 现在还是在缓慢的 在推进的 但是阿富汗应该说 至少这一次就已经是 彻底失败了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 宪政民主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政治制度 只适合于基督教 或者只适合于基督教的 某一个教派 或者只适合于地理上的某一个区间 是吧 那么对于其他地方 那肯定是搞不成的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 我觉得也涉及到中国了 是吧 因为这个这里头也涉及到 现在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中国 当然我们也知道 最近就从自由民主这个角度讲 这个也不是很乐观 是吧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会怎么样 我从来是反对决定论的 但是的确 对那个展望远景 也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努力 到底朝的什么方向去努力 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而且老实说 我们现在讨论阿富汗 它的最大的意义 也就在于这一点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不是只是针对 阿富汗一个地方的事 它的确是涉及到 我们怎么考虑 我们怎么看待西方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 乃至人类的未来 刚才讲的这几种说法 我都是有不同意见的 我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 也都谈了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首先我要讲 说阿富汗 这个他人穷至高 强悍善战 地形复杂 是吧 而且好像他们人民 虽然有人说他们善于内斗 但是很多人说 一旦有外敌入侵 那他们就会放下矛盾 去传立对敌 这个说法不但中国有 而且好像是西方最早形成的 就是这几天阿富汗发生变化以后 有人就找出那个弗里德曼在好几年以前写的一篇文章 就引了那个原来的阿富汗国王查西尔这一句话 说我们阿富汗经常有兄弟的争论 但是而且往往是兄弟联起手来反对堂兄弟 但是一旦外国人打进来 那么我们就会 我们的兄弟和堂兄弟联合起来 先把外人给赶走 然后我们再争论我们的 那么这句话是查西尔讲的 那么弗里德曼又引了 这个好像就是说 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是 从来就是没有被征服过的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很多年以前 就有一些学者曾经说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像那个前几年在中国就有了一本的 那个阿萨利 就是一个阿富汗裔的美国作家 写的一本书 他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我看了 实际上在我看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阿富汗 这个在历史上 在那个被外敌征服的这个过程 跟中国做一个比较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没有人说 它是帝国坟场的 因为中国这个王朝 可能说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 可能当然尤其以宋朝为代表 他的经济很繁荣 人民生活也比至少比那些周边的那些游牧民族要好 但是而且文明 而且那个文化好像也很昌盛 但是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好像是打不过那些骑马的民族 所以经常有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有那个北方民族入侵的问题 那么因此也没有人说中国是帝国的坟场 但是阿富汗好像就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在我的那个第五篇文章中 已经讲了很多的事实 证明这个阿富汗 其实不但不是什么帝国坟场 反而是这个亚欧大陆的 从古道经的蛮族征服中 从最早的原始亚利安人 一直到近代的那个突厥人蒙古人等等 历次征服都经常得手的地方 我开玩笑说 这个与其说是帝国的坟场 不如说是帝国的乐园了 那么比如说从最早 大家知道那个印度河文明 是古代的达罗比图人建立的文明 当然它主要的文明区域是在巴基斯坦 但是阿富汗也是它的周边地区 那么后来在公元三千纪 这个文明灭亡的原因有各种各样 也并不是说它就一定是被民族征服所灭亡的 但是的确是吧 达罗比图人的这个搞的这些东西 最后就被那个亚利安人所取代了 那么因此 这个阿富汗以前有个古名嘛 就叫做亚利安那 是吧 那个 阿富汗的航空公司 一直叫做亚利安那航空公司 阿富汗的通信社 也一直叫做 那个 阿利安那新闻社 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自从有了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不但是一个 不但是一个那个统治者的变化了 也包括是语言文明的变化 因为达罗比图人讲的不是亚利安语 是吧 而是和现在南印度的 什么泰米尔文啊 泰鲁固文啊 马来亚拉姆文啊 和这些文字是 和这些语言 但是北印度 一直到阿富汗 都是亚利安语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印欧语系的 也就是说 亚利安人来了以后 就把达罗比图人的文明 给完全取代了 那么 到了 这个公元六世纪 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 波斯帝国的征服 又一次 根本改变了这里的那个文化结构 大家知道波斯帝国 它是讲伊朗语的 是吧 那么伊朗语虽然也是亚利安语系 但是它和 现在我们在印度巴基斯坦听到的 那个亚利安语系 不是 印欧语系的 那个 印欧语系的那个 古印度诸语言 就是什么泰文啊 巴黎文啊之类的 是完全不同的一种 类型 是吧 那么波斯帝国进来以后 就把原来的那个 那个古印度诸语言 就是作为繁文的 就是作为后来繁文前生的那些语言 全部都替代了 从波斯帝国征服以后 一直到现在 在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地区 通行的都是 波斯 都是伊朗语族的语言 我们现在知道包括 普斯图语 塔吉克语 达里语等等 包括哈扎拉语 都是属于那个伊朗语制的 也就是说这个 而且在这个时候啊 欧洲人也征服过这里 大家知道 那个马其顿的亚利山大 就征服过阿富汗 而且在阿富汗建立了 那个希腊人的王朝 就是那个希腊巴克特利亚 或者中国又叫做大厦 是吧 大厦 那么也正是因为 希腊人的征服 带来了建陀罗文化 那么以后我们知道 那个佛教 那么也就是到了 佛教传到 传到阿富汗以后 在阿富汗和那个希腊的文明 和希腊征服者 亚利山大带来的 这些东西结合 然后才产生了 这个佛教的照相艺术 是吧 我在文章里头讲嘛 如果没有外族 对阿富汗的征服 印度就不会有詹陀罗 中国就不会有敦煌 是吧 阿富汗本地也不可能有 那个被 被塔利班炸毁的 那个 那个巴米扬大佛 是吧 怎么能说没有被征服呢 没有被征服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那么但是 到了那个 后来佛教 佛教的强权 又征服了阿富汗 阿富汗在历史上 曾经有长达几个世纪的 长达几个世纪的 那个佛教 但绝对优势的 长达几个世纪的 那个佛教 但绝对优势的时代 而且这个 长达几个世纪的佛教 也不是和平进来的 也是通过征服 是吧 那个 古印度的 孔雀帝国 那个 大肉资的 贵商帝国 还有燕达人的国家 都曾经 在阿富汗立足 而且一立足 就是几百年 是吧 包括那个 波斯帝国的统治 那个 大厦的统治 贵商帝国的统治 一直都是 很悠久的 那么后来大家知道 对近代影响 更大的就是 七世纪的阿拉伯的 征服了 是吧 那么阿拉伯人 又征服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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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几百年 以至于使得阿富汗 彻底的 伊斯兰化 把原来的佛教文化 全部都 取代了 现在的阿富汗 是没有佛教徒的 在阿富汗几百年 在阿富汗几百年 在阿富汗几百年